能够今天和大家去聊个话题吧 就是我们一般总会去强调或者去考虑 就是说到底怎么做才能进步最快 是吧 我们有时候总是也想 我每天也在努力 我每天也在工作 我每天也在想办法 但是好像总是感觉慢一些 是吧 当然我们以前的视频里 也跟大家去沟通这个问题 就是快啊 它有限度 不会说快到说 你三天就能通过一科考试 或者是五天就能怎么怎么样 或者一年就能成为什么 亿万富闻什么 这个是不现实的 我实事求着跟大家讲 就是我见过的 可能大家也见过 我们见过的这种亿万富闻 十亿 对吧 这些人 或者百万 百亿 百亿 百亿见得少 百万千万 几千万的 这样的一些资产的人 他肯定是有积累的 目前为止 我还没见过说 刚毕业一个一年两年 就有个商议的资产 很少 很少 除非说是富二代 或者说是有一些 积累 但是也 他也绝不是说 那一年两年就能改变 所以这是一个前提的条件 但是呢 需要积累啊 就并不意味着 就是没有方法 其实我们也在和 很多人沟通 很多人去 去探讨 到底怎么能进步最快 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我认为确实也是有效的 就是你要去输出 或者所谓的你要去做老师 因为我们也看到 好多的知识付费啊 或者什么样的一些 一些课程 就大家听了好多 但是最后发现 就像过眼用烟一样 是吧 听完就听完了 当时听的时候 感觉哎呀 说的太好了 但是可能自己也坚持不了多久 再来说那个方法是否有效 也是问题 最后除了被 这些所谓知识付费的 各类一般羊毛 好像也没什么 没什么变化 是吧 该该该怎么样 还怎么样 是吧 这都是问题 呃 其实是我们也讨论过 或者探讨过 啊 那么你与其永远为学生啊 那你不如说 你做一把老师 是吧 从老师这个角度去 呃 去收出一些东西 啊 那就可能对我来说 就像现在也一样啊 那我我要去 啊 做这样的课程 呃 不管是这门课程 还是别的课程 那我肯定要去准备很多的东西 呃 至少来来说 我每天要早起一些 其实有时候我也特别 特别的累啊 这个很正常啊 每个人可能是机器啊 机器他也需要一定时间的休息 呃 但是 正常的休息和你 呃 这个 这个 一些惰性的积累啊 这很难有清晰的界限 是吧 那你说休息一天呢 还想休息两天 休息两天啊 你恨不得说 还要歇着一个月吧 是吧 这样的概念啊 但是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安排啊 要去 呃 要去讲课的话 那你可能就 呃 我休息一天啊 可能我就要 必须要尽快地再把状态调整过来 啊 并且我要去思考说 怎么才能让我维持我更好的一个工作状态啊 一个讲课的状态 呃 并且还有一点啊 就如果说你作为老师的话 你必须要去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嘛 啊 就像我每天我肯定要去有一些新的东西的一个产生 不能昨天说什么 今天我再拿过来说一遍 是吧 这没什么意思 就可能他还觉得 哎 好像你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所以我每天要不停地去思考 不停地思考 为第二天的 课程啊 来去做准备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啊 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 呃 做老师的机会 因为我们的课程不仅仅是我讲 呃 大家也会讲 啊 你只有在自己讲的那个 大概三五分钟 是吧 你看像我每天可能也只讲三五分钟 但是你需要去做 呃 比较比较长的时间这个积累 要去了解好多的东西 要去想啊 我怎么讲 别人才能可能更容易接受啊 或者才能 获得这个信息啊 传输最大的一个效果和 和这个效率是吧 嗯 所以确实是这样的啊 就是我们要去 尽可能多的找到这样的机会 去输出自己 认为好的 呃 一些一些东西啊 包括一些好的价值观 一些好的工作方法 是吧 一些好的想法 啊 这都可以 啊 只有不断去输出这些 呃 我们经过大量思考 经过深入思考的东西的话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进步啊 因为 大家也知道 你跑得快 一定是后边 有人跟着紧 否则的话 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 是不是 没有压力 没有动力 只有有一定的压力 我们才能去 持续的再去进步 啊 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的 呃 如果想要进步快一些 那务必说 你要去做大量的输出 大量的输出 啊 我们说好的输入 啊 有好的输出 啊 同样好的输出呢 他也会反过来 去呃 去那个 促进我们有 去找到更好的一个 一个输入 啊 接着就当个道理啊 不断的循环 不断的循环 我们就越来越 越有些这个各方面的 一些进步 好 那个今天 今天跟大家聊点什么呀 今天就是 呃 也算是我们 这个课程啊 正是开始招收学员 呃 我们以前的这个视频也说过 我们课程目前主要是以这个 在线课程为主 所以可能有些这个 呃 有些朋友还是喜欢那种线下的一些课程 呃 我们觉得在线的课程啊 其实也是可以达到说 那个提高这个呃 演讲能力这样的一个一个作用啊 尤其像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呃 发展的时代啊 你更多时候可能是通过线上 对吧 包括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 其实好多时候我们是线上的交流 包括你看着现在这种 卖的很火的这种啊 直播带货啊 什么都是通过线上的形式去进行的 嗯 所以这个这个我觉得形式上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呃 一个区分领啊 区分领还是不管说你是线上还是线下 呃 对于演讲这块来说啊 主要还是说你一个底层逻辑思维的 这个一个塑造啊 这个是最重要的 呃 我们实事求都讲啊 呃 对于管理这块啊 其实我们呃 呃 讲的也是啊 就是你至少要有一个管理这样的逻辑啊 知道怎么去管理啊 知道说这个呃 管理他真正的说呃 呃 我们现在就是客观来说啊 就是现在呃 不管是企业啊 不管是个人啊 呃 用的比较多的一些管理的方法啊 管理的思路啊 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要达成的目的啊 至于形式这块啊 呃 我不是说不重要 而不是说它不是最重要的啊 这是这样的改变 呃 别的也其实没有什么了 别的我们就是按照呃 因为这课程也不是我第一个课程啊 也不是呃 有可能也不是最后一个课程 是吧 呃 所以我们还是呃 踏踏踏实实啊 一步一步来 呃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我们的学员也是啊 不要就是呃 抱着说啊 一个课程就可以呃 很快的就就能改变呃 改变的特别多这样的一个 呃 一个作用啊 当然我们 呃 我们的课程啊 其实呃 包括我在做一些就是关于这个呃 职业 职业考试方面的培训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方法我们的这个一些一些这种呃 复习的思路呀什么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快了 但是你不要希望说呃 当然含着一句话 那那你买一台汽车啊 你当然说你能跑到说非常快啊 一个小时可能200公里呃 已经很不错了啊 你不要希望说这个这个呃 汽车啊能够比飞机都飞得快啊 就这样概念啊 任何的事情它都有过程 包括这个课程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已经把这个管理啊 把演讲啊 把职业发展已经把它融合在一起了 已经是非常非常快了 你不要期望说再快是吧 就一天或者两天就能把自由翻天覆地的改变 这个很难的啊 这个很难的 呃 或者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啊 因为我们呃 呃 在培训一些这个职业考试方面的发现啊 就好多时候到最后考试的时候 就有一些这个卖增体啊 什么这些这些事情就出现了是吧 因为总有人总有这样的一个幻想幻觉 总希望说一天就改变自己 这个是不可能的 还是我们要去踏踏实实的 呃 呃一步一步的去去往前推进是吧 去推进这个事情 所以这也是呃 我和大家沟通这个事情吧 呃 然后后边我留一个我的这个呃 微信号啊 如果大家觉得呃 希望说这个加入到我们课程里 是吧 希望我们一起能够说 呃 去 去把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人发展啊 不管在管理上 不管在呃 演讲上不断去提升是吧 可以去是联系我 呃 因为这个算是我以后做的一个片尾吧 所以我也不会去说的太多